朋友们好,我是老夏 其实我躺在床上录视频的话不太礼貌 起来吧 昨天晚上说来找这个曲折木温泉 温泉酒店倒是在这里 那这酒店应该也没啥人 我今天早上醒来发现温泉在上面 那里冒着热气,热气腾腾的 我这个床大家都不看了,很简陋的一个床 就是把两个座位放平,放了一款布板 布板上面放了一张垫子 然后把被窝放上去 昨天晚上我是没有开柴暖的 网上的话这里没有到零下温度 所以还是比较舒服的 这个床的话,车有多宽,床座有多宽 所以一共在车里面睡觉非常舒服 我给大家看看温泉在哪个位置 看见没有,温泉在那个玻璃房后面 冒着热气 应该不花钱吧 待会上去看看,先泡温泉 这里昨天晚上好像下了一点雪吧 好,起床上去泡温泉 看一下,昨天晚上飘了一点雪啊 我现在是在这个南域温泉酒店,温泉 上去看看,那上面在冒蒸汽 这是一个村庄,这里海拔大约有个 还是四千多,没有五千 那里还有座碉楼 那里有座碉楼 下面是取座木温泉 是一个村庄 昨天晚上我录运在温泉酒店 温泉酒店的话 今天早上我起来问过 好像三十块钱一个人在里面泡温泉 然后这里的温泉 就在这个河谷里面 看看,整个河谷里面全部都是温泉 那里在冒热气 那边流的水也是温泉 温泉水 看到这里 上山全部是温泉 这个河里面 而且那个河谷里面 他们浇地也是用的温泉 看一下这片 应该这温泉的地 全部变成了绿色的 草都变绿了 这个河谷里面全都是温泉 包括一直进去 往里面走 温泉源头他们在里面 管制是埋在地上下去的 温泉酒店的 还在里面 我们进去看一下 昨天晚上小小的下了一场雪 顺着河谷进来 这个河谷里面全部都是温泉 看一下 癌风温泉 水温泉可活血化于通筋活络 还可以扩张血管 足进血液循环 加速人体 新陈代谢 对调整心脑血管疾病 治疗糖尿病通风关节炎均有一定疗效 好吧 请你吹吧 整个河里面里面也是哈里面也是温泉 然后这个位置 看看这个温泉 这河里面的都是温泉水 你看去的都是温泉水 你们说漂亮漂亮 从那个癌风里面喷出来的温泉 从那个癌风里面喷出来的温泉 哇塞 好漂亮啊 这温泉泡的太爽 不过河里面流的水就是温泉水 这个位置以前也是泡温泉的地方 但是水量太小了 修了一个池子 然后 这里有个泡温泉的小房子哈 这小房子 里面是悬崖 岩壁 看 看看 曲咒木温泉 啊 换衣服在这里面换 哇 这整个河里面全是温泉哦 水量太小了 把那里堵起来就可以泡 我再进去看一下里面 嗯 这里的温泉的话 有的地方含流量比较高 这上面写到的 硫磺温泉 吃温泉 逐渐血液 循环对高血压 头痛偏头痛 很有疗效 所看丰富的硫磺 以及其他酸碱物质 可以软化角质 消炎 杀菌 对一般性感染性 皮肤疾病 有相当好的疗效 还有美容的功效 好 还有美容的功效 看一下 以前这里好多温泉池 现在已经废弃了 全部都在冒温泉 来放大给大家看看那里 哇 这温泉水 爽的很呢 我再上去看一下上面 那边